哪个岛最热 套中岛 嗨 我是饺子姐姐 欢迎来到童话套中岛 一起从童话故事里 发掘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 我们都套中岛更新哦 各位你们还记得吗 上次啊 我们不是在故事中提到马戏团吗 后来我去查了一下 才知道原来马戏团 其实是对动物非常残忍耶 哇 为什么 那是因为啊 年幼的野生动物比较容易训练啊 所以动物走私贩 会偷走刚刚出生的动物宝宝 然后卖给马戏团 怎么这样 对啊 而且啊 这些动物小朋友 都是被用很粗暴的方式训练 如果他们不听话 就会被拿向很紧的绳子 勒住他们 使他们呼吸困难 或者呢 让他们饿肚子变得不得不服从 最后啊 会被训练到没有个性 马戏团的主人 教他们表演什么 就得表演什么 但是啊 还好现在 大家的动物保护意识 提升了很多哦 像现在啊 在英国 加拿大 跟美国 各大城市 都有严厉的法律条文 来管制马戏团 像是新加坡 就已经名文禁止 以野生动物 做特技表演的节目了 我觉得我们台湾哦 实在应该跟上才对 真的真的 说的没错 糟糕 我觉得嬷嬷 好像有被马戏团 抓去训练过哎 今天变得特别听话哎 小艺 我都听到了啦 好了好了 我们来继续上次的故事吧 话说上次我们的小莫皮诺秋 这个故事说到 皮诺秋把爸爸 卖了唯一的一件大衣 帮他去买的课本呢 拿去换看马戏团的门票 进去之后 看到台上的木偶 觉得很亲切 就跑上台去和木偶们玩 结果因为皮诺秋 跑上台去和木偶们玩 所以台上突然一片乱七八糟 马戏团团长烧火人看到 超生气的 准备直接把那些台上的木偶们 丢到火里去烧 这个时候 皮诺秋却挺身而出的说 如果你一定要烧的话 就烧我好了 饶了他们吧 这时候 烧火人有些讶异的说 哎呀 没想到你这小木偶 这么有情有义 好吧 你的善良救了你的朋友和你自己 我不烧你们了 告诉我你的故事 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呢 皮诺秋把一切都告诉烧火人之后 烧火人说 你父亲真是个好爸爸啊 那这五枚金币给你 回家去吧 带上我的问候 把金币交给你爸爸 皮诺秋又惊讶又开心 不断地道谢 然后欢天喜地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走没多久 皮诺秋碰上了一只跛脚的狐狸 和一只眼睛看不见的猫 狐狸亲切地问候皮诺秋 早安啊 皮诺秋 皮诺秋问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哎 我跟你爸爸很熟哦 啊 你在哪里看到他的 昨天啊 我看到他站在家门口 啊 他在做什么呢 哎呦 他身上哦 只穿着袖套 冷得一直发抖哎 哦 我可怜的爸爸 上帝保佑 从今天开始 他不用再受苦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是有钱人了 你呀 有钱人 皮诺秋生气地说着 哼 这没有什么好笑的 让你们流口水了不好意思 但是看清楚 我这里有五枚全新的金币 看见了五枚亮晶晶的金币 而且也听到了金币撞击清脆的声音 狐狸和猫的心里都非常的惊讶又兴奋 但是表面却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 我可以请问这么多钱你要做什么呢 做什么喵 首先我要帮爸爸买一件非常好的新外套用金线还有银线织成的 然后再配上钻银线 最后我要为自己买一本课本 替你自己买一本课本 课本喵 因为我要去上学还有用功读书 那你想不想让你的金币翻倍啊 翻倍啊 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想不想把那少少的五枚金币变成一百枚 一百枚 一千枚 一千枚 甚至是两千枚呢 两千枚 想是想啊 但是要怎么做呢 我告诉你 在傻瓜城那边有一块奇迹之地 只要在地上挖个小洞 把任何东西种进去 种进去 隔天都会长成一棵大树 开花结果 结果 意思就是 如果种一枚金币进去 隔天你就会看到一棵长满金币的树 树 哇 意思就是 我如果种五枚金币下去 就会得到五棵金币树 哇 太好了 如果我明天拿到很多金币的话 我会给你们五分之一的金币作为报酬 狐狸听到皮诺秋说的话 突然一副很严肃的样子说 撒 我们帮你是为了让你的爸爸过好日子 你也有钱上学 才不是为了回报呢 才不是呢 喵 狐狐狸说完之后 猫咪也在旁边附和 让皮诺秋瞬间觉得自己真的是误会好人了 想到自己跟爸爸明天之后就会变成有钱人 他的嘴角不争气地认不住一直上扬 于是呢 他马上跟着狐狸和猫屁颠屁颠地出发前往傻瓜城了 天哪 我觉得皮诺秋好像遇到诈骗集团了耶 他为什么要相信狐狸跟猫说的话 我知道 因为皮诺秋不知道钱不是从树上长出来的 是这样吗 其实啊 皮诺秋心里很善良 所以很容易相信别人 他不知道啊 有一些人是会因为钱而去欺骗别人 还有 虽然拿到了金币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但是啊 如果随便让陌生人知道自己有很多钱的话 也是会产生危险的 嗯 真的 这个在平常的生活也是一样的嘛 大人都会提醒我们说 要把钱收好 不要随便放在外面 也不要跟陌生人炫耀说自己家里很有钱 嗯 才可以避免一些危险的事情发生 嗯 小易说的没错 好了 我们再来听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吧 皮诺秋跟着狐狸和猫一直走一直走 走得很累 天又黑了 于是他们决定先到路上的旅馆休息一下 狐狸对旅馆老板说 老板 请给我们两间房间 两间房 喵 皮诺秋先生一间 我跟猫住一间 我们还要继续赶路 所以半夜请来叫我们起床啊 起床 喵 皮诺秋实在是太累了 他一个人进到房间 马上躺到床上 一下子就睡着了 而且啊 还做了一个金币的梦 他梦到金币树上 长满了满满的金币 风一吹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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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皮诺秋伸出手 打算把金币全部都摘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 起床了 赶快起床了 现在几点了 我的同伴也起床了吗 啊 他们说家里小孩突然生病 所以两个小时以前就先走了 天哪 那他们还会再回来吗 对对对 他们说他们事情办完就会赶回来 明天早上听一亮 在奇迹之地等你 大半夜的 皮诺秋一个人在很黑很黑 完全没有灯光的路上走着 他越走越害怕 也越来越想念爸爸 很想现在就赶快回家 刚刚在旅馆结算的时候 用掉了一枚金币 但是啊 就算只有四枚金币也没有关系啊 可是 同时在心里又有另外一个声音 对他自己说 我爸爸明天就会变大富翁了 我一定能带两千枚金币回家的 其实啊 四枚金币对当时的皮诺秋跟杰佩托来说 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笔钱了 但是皮诺秋还想要更多 所以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路上 继续往前走着 哦 为什么 为什么路上会伸手不见五指啊 难道没有开路灯吗 那是因为小木偶奇遇记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的时候 电灯虽然已经发明了 但技术不够成熟 所以还没有很多人用 哦 难怪街上会屋起马黑的 嗯 没错 后来呢 由大家知道的伟大发明家爱迪生 改良成我们现在比较常看到的电灯泡 并且在几年内开始大量生产 才慢慢变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装置 当年啊 可不像现在 有网路有飞机 资讯跟商品都传递得很快速 所以说在小木偶奇遇记里 没有路灯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哦 哦 哇 当年的世界连电灯泡都没有 我们现在却感觉什么都有了耶 超酷的 酷哦 现在的科技啊 是以前的人没有办法想象的 嗯 嗯 现在才听着大家 你们啊 也可以去查一查 自己家里有的各项电器产品 或是电子用品 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哦 嘿 好了 嗯 时间差不多了 哦 皮诺丘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下次再继续说吧 哦 时间过得太快了吧 对啊 你觉得过得快表示 这段时间过得很有趣哦 哦 各位朋友 你们觉得呢 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或是IG 然后留言给我们哦 连结就在下面的资讯处 就在下面哦 一定要订阅我们哦 这样有新的内容就会收到通知哦 那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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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